拍 提 扫 扣 摘 弹面板练习 拍就是大指搁在弦的里边 靠近面板的地方 然后往外搬起来 比如说第一个音 这样的一个声音 提就是食指跟大指 把弦抓住 提起来 这两种音色手法不同 但是它的声音都像断弦一样 它的音响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是这样的声音 第三个音 也许有一些同学看见 这里边没有扫 这个谱子里边没有扫 实际上这第三个音就是扫 在传统的琵琶里边 这个手法也叫扣三弦 就是三个音同时发声 使指来弹二弦 中指弹一弦 大指扣四弦 同时发声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琵琶的扑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扫弦的就是我们通常看的有一个四横一竖 这样的技法 下面 二口 提 然后空 上面有一个记号 这是弹面板 弹面板 一般用食指去弹 用食指的指甲面 来接触这个面板 这样发声 这个是扣 两根弦 一个食指 一个大指 发一个声音 拽 拽音 连续的提 三根空弦 最后一个拍 结束 好 下面我完整的演奏一遍 就是 业 担 就是 照顾 业 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